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现在是夏天肠病毒在流行 冬天就有流感病毒 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病毒在流行 家里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小孩 其中一个人有感冒 另外一个爸爸妈妈就想要把他隔离 不要让这个病毒在家里传来传去 如果大人感冒也是一样 希望小孩不要被传染 可是当你家有双胞胎的时候 这个执行度就更困难了 今天我们的双胞胎妈妈 知童 心童妈妈 她就有很大的疑惑 我们来听听看她怎么说 嗨 大家好 我是知童跟心童的妈妈 嗨 大家好 我是童童爸爸 就是因为最近心心感冒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疯狂的隔离计划 然后我们一个人就是在房间 一个人就是在客厅 然后照顾者也都分开这样 这样子其实蛮累的 然后我们也就是想要问问看黄医师说 是不是有需要这么彻底的隔离 难道一个孩子生病 另外一个就一定要中奖吗 我们亲自到他们家 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嗨 童童爸爸 童童妈妈你们好 黄医师好 美女医生好 今天我们来到双胞胎家 所以这个童童是他们名字里面 启动一个字 对 所以其实姐姐叫做 知童 然后她是 心童 心童 最近是谁生病了 我 心童 所以妹妹生病了 她感冒 嗯 你们很紧张 对 做了各种方式 避免另外一支不要得 对 你做了哪些事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抱她 然后喂母奶 然后 我如果要再去碰她的时候 我就会全身洗澡 然后 换衣服 该不会是用那个酒精洗吧 没有 没有 真的 没有因为我觉得母奶嘛 就是他们好像就是要吃到这样 所以我就应该要涂泡泡这样子 对 然后而且 因为夏天嘛 所以穿背心或什么 她就是抱着正面抱的时候 这边也都是啊 然后这边也都是啊 所以我就都要换掉 然后这边都要洗掉 所以我就不如干脆洗澡 基本上我们会一个人 一个照顾者 就是 她是指指模式 然后我是心心模式 然后所以我就 她哭就我全部这样子 对 然后除非她要找妈妈 要喂母奶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交换 我就全换洗澡 然后她要全换 然后我们就就交换这样子 我怀疑母餐抱你了 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几天了 五天两三天 你们打算要做多久 五天吧 五到七吧 五到七天 但是你还是有很正确的观念 你并没有停止喂母奶 对不对 你是为什么有这么正确的观念 好像看你的文章 是我吗 太好了 太可爱了 您说母奶里面有那个免疫力 OK 然后所以就是 就是我感冒 因为我那次看到是说我感冒的话 然后我的母奶里面会有免疫力 因为我会分泌我会自己产生 然后我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得到 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感冒 但是他却可以得到抗体 然后跟他玩的时候戴口罩 我厘清一下这个怪物的逻辑 你希望小的传病毒给你 然后让你感冒 然后产生抗体 然后再保护他 对 那你没想过你一感冒 有可能就直接传给他 还来不及给吗 抗体 对啊 我觉得我很认真的防护应该还好 因为我碰他我一定是戴口罩 而且一定都是我弄感冒这一支 然后爸爸弄没感冒那一支 然后我就只有喝母奶的时候 我就洗干净 然后戴口罩 然后喂他 喂完我就还给他 所以我就想说像应该 实验室的精神 好啊 还有别的问题吗 有就是 因为我在想说我们每次好像都是带出门 然后隔天就感冒了 然后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带出门的关系 就是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 就是 真的就是 你们照顾者就是你们而已 所以没有其他的保姆或者是 嗯 有还是有 就是家人啊 家人 对 还是进进出出 他们有感冒吗 都没有 也有可能你们有人有感冒 只是没症状啊 嗯 就觉得怪怪的啊 不知道 今天累累 但是你不晓得自己其实也是生病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两次感冒有让你照顾上很辛苦吗 还是只是厉害啊 我的很辛苦是因为有些孩子会渴到 不喝奶啊 晚上睡觉很不安稳 对 嗯 他 他 他有时候厌奶就爱喝不喝嘛 对 确实会比较烦恼 我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照顾 就是 这些孩子他的先天的那个呼吸不是那么糟糕 比如说 有些人早产啊 或者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就是特别的差 嗯 那他生病起来就是很惨 那么我们当然就不希望小孩感冒 对 可是如果说这两次感冒就是 让你吸吸鼻子很辛苦 晚上比较容易稍微累一点 对 可是 没有那么的惨的话 嗯 那 不是让他们有点小感冒提升的症状 也不错 这是一个另类的思考 所以我不一定要把隔离做成 好的 这么夸张 是不是一定要隔离到那么夸张呢 如果你还是舍不得 或你的孩子生病起来真的不得了 我们该怎么做呢 还有每一次小孩感冒的时候 一定就会想到 哎呀 前一天一定是去了哪里 从那边得到病毒 真的吗 还是有其他病毒的来源呢 我们看一下爱家观团怎么说 今天借由心童 志童 妈妈的问题 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病毒 感冒 还有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 不要病毒传来传去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 一位是小儿感染科 黄大为医师 以及国际秘乳顾问 吴彭玉老师 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我想一开始要替双胞胎妈妈问一下 我们家的婴儿四个月都没有出门 为什么会感冒两次 哪里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吗 所以在看病的过程中 大家都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对我们医生来讲 我觉得有点困扰 因为那个病原体 细菌病毒都无所不在 无孔不入 根本看不到它 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我们用它的传播方法 来做解释 那我们第一个讲空气传播 是一个应该讲传播力最强的 因为它那个悬浮粒子 在空气中飘散 人都离开了 它还在里面有传染力 那最厉害的 譬如说像麻疹跟水痘 现在麻疹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还有肺结核 还有肺结核 就是这种那种 常常会在飞机上面 有没有 一个人中标 然后空姐 空哨 然后乘客都中标 通常都是这种空气传染 通常都是这种空气传染 因为它在空气中留一段时间 特别的 麻疹 水痘 肺结核 那第二个比较简单理解 飞沫 比如说我们打喷嚏 咳嗽的时候 飞沫喷出去之后 然后另一个人口鼻接触 或是他喷到一个物体上 然后你没有洗手 沾到自己的口鼻 那叫飞沫传染 那传染离就没有空气这么的远 相对就低一点点湿 大概就是稍微就是这种 一公尺 两公尺的距离这样 好 这是一般我们家长 最常碰到感冒病毒 也许这个 他们双胞胎得的病毒 就是这一类的 那第三个的话 接触感染 接触感染就是小朋友 可能一些病原体 沾在一个表面上 那你接触他的之后 没有洗手 然后进到你身体里 那我们真的闻风丧胆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 肠病毒 是以接触感染 传播为主要的方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幼儿园 只要有人得肠病毒 大家在那边消毒 风源 就是因为桌上玩具上 可能都会沾了 有这些病毒的飞 这个叫口水 或者是病原体 那还有其他的传染途径吗 其他传染的意思就是 血液 像我们刺青 或是注射 或甚至性行为的 一个传播方式 在孩子当然是比较少见 就比较少见 好 在这边提醒爸爸妈妈 既然病原体进了家里之后 就很难避免他的传播 所以我们要从外面开始做起 避免把病原带回家里 所以我们去公众场合的时候 我们戴口罩跟勤洗手 机会教育 小朋友洗手的步骤 是很重要的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 这四个月没出门的 到底怎么了 就我相信 刚刚这个黄医师已经讲了 虽然孩子没有出门 但是大人会出门 所以大人可能就会带着 飞沫的病毒进来 那也许他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症状 今天喉咙有点痒痒 大概是空气污染吧 但其实你已经得 多喝点水就好 多喝点水就好 但其实你已经得了某种感冒病毒 只是你不晓得 那你去抱小孩你就会传 或者是刚刚讲第三个 接触传染 大人手上其实有带一些常病毒 或什么 然后可是你不晓得 也许你回来的时候 坐捷运坐公车的时候 你的那个握把上面 上给小孩摸过了 那你回来没吸收 然后你就去抱小孩 不知不觉就把病毒又传给小孩 所以小婴儿虽然没出门 但他其实已经得病 介绍到各式各样的 对对对 好那但是反正中了就中了 这种真的防不胜防 我们也许回来的时候 希望大人能够多洗 就是先洗完手 然后换完衣服 然后再抱小孩 这是常病毒流行的时候 疾管署常常有在宣导 就说大人不要以为 你都没有病 这是无菌的 没有的 就是你回来先洗手 然后再抱小孩 那案已经中了嘛 中了没关系 只是妈妈用了奇怪的方法 让两个小孩不要转染 尤其是那个洗乳房 真的很怪啊 真的到底 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回归到说 如果两个孩子同时 在哺乳的时候 一只喝完另外一只要喝 会不会互相传染 或是互相交换口水 这样子 这样的情况也很常发生 在家里有大宝 比如说大宝已经有蛀牙 然后我们来喝完 妈妈的奶之后 小只的要喝了 这样会不会小的也蛀牙 其实这也是有了 有研究在讨论这个议题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有 建议妈妈说 大小宝或者说两只宝 在喂奶的时候 可以稍微做一个 简单的清洁 让它们不会太多的 互相交叉感染 基本上我们就是用温水 然后就是简单的做 或是湿毛巾 都可以稍微擦一下 或是说再仔细一点 如果像我们现在 有在感冒症状发生的话 我们用一点简单的 温性的洗洁剂 比如说简单的沐浴乳 或是小肥皂之类的 稍微简单的清洁一下就好 不用全身了 就是只有肥皮中液 含到嘴巴的地方 其实这样子就已经算是 非常积极地在 做一个隔离的效用了 不用到全身都洗澡 真的会破皮 我相信有很多爸妈妈 听完这个又更焦虑 说温和的肥皂 稍微洗一下 就可以了 可是你一天喂奶 喂那么多次 其实这样洗一洗 其实会不会 因为表皮那么的脆弱 会不会又受伤或什么的 对 其实这也是很常 我们遇到父母会 常常会有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 就是我们暴露的次数 其实是有相关的 所以如果一天 谢谢黄医师的提醒 一天我们大概有洗到 一两次两三次 其实就可以减少 大概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 这个病人体的接触了 所以其实就可以让另外一只 还没有生病的小孩 得到一点点很少量的病菌 可能还不至于到生病 但是会能够给他 也像打疫苗的概念 就是给他一点点小小的病原菌 刺激一下他自己的身体 也可以产生一些抗体 其实也是非常棒的做法 那我们不想要过度清洁 主要也是因为妈妈身上 也有很多益生菌 其实我们的乳头 乳 乳 皮肤的周围 都有非常多的益生菌在这个身上 所以宝宝每一次清味的时候 都可以吃到好多的益生菌 不只是母奶里面的 还有妈妈身体上面的 所以如果我们过度的清洁 把益生菌都去掉了 那其实我们清味母奶这么辛苦 好处少了一大半 所以你也不会建议用什么酒精消毒 这个就太夸张了 这个好菌坏菌都一起杀死了 然后小孩都醉了 对 今天有点加料 对 越来越喜欢清洁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不希望 妈妈说做得太 非常的 太小心 不用太刻意 对 不用太刻意 因为毕竟宝宝六个月之前 他还有妈妈的抗体在身上 没错 好像也不是这么容易 就什么感染到很严重的病毒 对 除非说你的孩子 抵抗力先天有异常不足 然后有一些特殊凶猛的细菌 我们现在都有疫苗 所以大部分的这些细菌 都已经排除掉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小感冒 那这些小感冒 妈妈自己的抗体 都还在宝宝身上 还好啦 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好 所以宝宝这个互相 左右两边来 好像就是稍微的清洁 对 温和的清洁擦拭 也不要用力搓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妈妈感冒呢 妈妈感冒的话 她可以喂母奶吗 或是要怎么样喂 妈妈感冒的话 我们当然还是建议妈妈 戴个口罩 有基本的防护 那我是说当然 妈妈我还可以喂母奶 最常见的是 小朋友在拉肚子了 医生叫我吃清淡点 那这观点也在改变 我还可以喂母奶吗 我们都会很鼓励妈妈说 因为宝宝现在生病了 你母奶有抗体 那相对一样 肠胃炎 感冒 都还是很鼓励 妈妈继续喂母奶 但是基本的防护感想 手部卫生跟口罩 我们还是不希望 病原要传染 还是有它的量 如果能把量减少 抗体能多给它 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戴口罩洗手 还是一个很标准的防护 各位辛苦的哺乳妈妈 你们已经为孩子的防护力 做了最好的准备 所以不用自己得感冒 也不用刻意地去接触病原体 来让自己得到许多抗体 来给宝宝 因为母奶里面本身 就含有非常多的抗体 而且轻微的妈妈 又比极母奶的妈妈 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给孩子 更多不同种类的抑生菌 所以各位哺乳妈妈 放轻松 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 你的孩子也得到最好的礼物 妈妈如果感冒的话 就戴口罩洗手 刚才黄一直讲 但她又讲了一个关键字 就是因为母奶里面有抗体 所以刚刚那个双胞胎妈妈 她就说对 所以我要刻意地 让自己感冒 那个大宝她的感冒 我就来传染给我吧 多吸一下 让我的母奶里有抗体 去保护我的二宝吧 治怪招是可以的吗 我听到这个 就是妈妈的招的时候 我也有点惊吓 想说这母爱真的是坚强 对 其实基本上妈妈的想法 就是真的也是理论上正确 政治正确 但是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自己有症状 其实刚开始我们前面有提到 妈妈只要出门 你在外面就是碰到 各式各样的病毒 和各式各样的致病菌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已经有抗体了 你不需要自己有症状出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 尤其是轻胃母奶的孩子 即使是妈妈白天上班 只有晚上轻胃 孩子白天在幼儿园碰到A流 碰到流感 碰到其他的病菌 回来以后只要有轻胃 妈妈即使没有在幼儿园 也可以产生A流的抗体给宝宝 因为宝宝身上有接触抗体 有接触这些是病毒 然后宝宝还没有生病 那妈妈回来先接触到了宝宝 甚至我们有发现 是宝宝的口水里面 会借由轻胃母奶的时候 从喵喵的洞洞钻进来 所以妈妈的身体碰到 宝宝的口水了 可以感觉到 宝宝的身体里面 有这样子的病毒 妈妈就可以开始帮他做抗体了 所以其实妈妈你很厉害的 你不需要自己哭哭哨 不需要自己病炎炎 这样子你怎么照顾宝宝呢 其实我们的身体 已经不停地在启动 这样子的保护机制 帮助你的母奶 成为宝宝最棒的食物了 恍然大悟 这真的很棒 跟我们上了一课 原来当你宝宝在轻胃的时候 他口水里面的病毒 已经刺激了你乳头的这些免疫细胞 对 可能产生IGA 这种A抗体 你出来 已经正在保护你的宝宝了 你不用藉由自己感染 再过来 就隔一层这样子 很棒 所以从今天开始 宝宝生病 你还是可以戴口罩跟洗手 不用把自己搞得很惨 对 真的 那我们再衍生一下 家里有时候已经大的小孩 像刚刚讲去幼儿园 去拖婴中心 那可能有一个在上学 那因为生病之后 就很怕小的被传染 因为小的传染 拖婴中心就不收了 就得回家带 那有不同的家庭 有积极版就是分隔两地 有中庸版就是分房间 那当然也有消极版 因为我们家很小 就是十八瓶 十六瓶 我们也没得分了 就算了 大家多洗手 多洗手 所以黄医师你觉得呢 如果今天你的孩子 这种老大生病 然后老二要分 要这个很怕被传染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我会怎么做 我想说跟这个病原的严重度 还有跟小朋友本身身体状况有关 如果这病原非常非常厉害 譬如说是一个流行性的法定传染病 那当然隔离要积极 那如果就讲普通流感比较厉害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做一些隔离 然后跟你本身小朋友健康状况有关 如果小朋友就很健康 那可能就不用那么积极 所以我现在想到的点的话 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健康的 然后这个病原只是感冒 也没有发烧 因为咳嗽鼻涕 你可能不用那么积极 那为什么不用那么积极 因为其实在同一个屋檐下 病原无孔不入 都无所顿 就是找不到它 其实传染力非常高 基本上都会传染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讲很厉害的病毒病原 都有疫苗 所以家中如果先用疫苗来做保护 是一个方法 还有既然他进了家里 进了屋檐里面 你就挡不掉它 怎么办 在外面的时候不要带回家里 所以一样出门 公众场合要注意口罩的使用 然后跟使用那个多洗手 这些机会教育孩子 可以从小就好好的学洗手 一般来讲 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的话 那我们要杜绝的只有飞沫跟 接触传染 因为空气传染你挡不住了 不用想了 你这个像麻疹 打疫苗吧 麻疹隔离 怎么两个房间是没有用的 你们家就那么小了 所以有疫苗可以防护 那空气传染最好的防止方式 就是戴口罩 所以生病的人戴口罩 所以如果是哥哥戴口罩 哥哥生病 那是哥哥戴口罩 那有时候小小孩 你叫他戴口罩 戴一整天 不可 好像 要他的命了 对 耳朵都坏了 对 呼吸都没有力气了 所以原本上就是生病的人戴 如果是大人生病 那就是大人戴 那飞沫传染大概就这样 那接触传染比较像 刚刚黄一先生 无孔不入的时候 自己在摸小孩之前 就先要洗手 不管是摸健康的 摸那个怕被生病的 通通都先洗手 那如果你这个湿戳充盆擦 太麻烦 其实干洗手也可以 像我们家有被一些 医生擦房 一些酒精 对 就先洗一洗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那些无生物 这个小朋友玩的桌面 搬的东西 尤其是厕所 因为厕所最容易是防疫的死角 厕所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些 含氯的产品 稍微这个 擦拭一下 擦拭一下 那或者是家里有两个厕所 那厕所分开总可以吧 你今天上这儿 我们今天可能上这儿这样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餐桌上面这种口沫横飞的地方 我觉得都是一些 我们可以做一些消毒的地方 所以原则上 我们还是就是抓紧 刚才讲 我们大概是要防飞沫跟防接触 基本上做好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那个 这个太积极的送到什么 阿嬷家台中 三个礼拜不回来 其实常常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 没有用 通常你送去的时候 它已经感染了 对 然后在那边发了 在那边发了 还把阿嬷也弄坏了 对 潜伏期 所以那个送过去也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希望双胞胎妈妈 吃童心的妈妈 看完这集 能够心里放轻松一点 对 了解不用每天一直洗澡 对 洗好几次 然后要消毒 还辛苦 其实只要一天消毒个两次 也不是说消毒 就是用温和的造型 稍微洗水 洗一洗冲一冲 不要把益生菌都洗掉了 对 清胃的时候抗体已经开始产生了 不用自己得感冒 然后传给小孩 不要自己这么累 对 然后洗手的部分 的确我们可以积极一点 但是就是洗自己的手 然后帮你的孩子 稍微做一点点的空间的控管 这样就可以了 感冒的人自己戴口罩 如果小婴儿感冒 就算了吧 提醒大家 小婴儿的飞沫喷不远 对 喷不远 就是你知道大人 他也很难沾去很多地方 对 他最后就喷在你的身上 你的手上 因为他是小婴儿 他咳嗽力量很小 所以大人可能一喷 喷个一两公尺 小婴儿大概就是抱他的人而已 所以基本的空间有点隔离 叫他不会传给另外一个他的兄弟 那也希望能够 让每一个妈妈们 将你家里有手足生病的时候 你可以以后更知道正确的方法 来保护孩子不要生病 如果你们家有0到18岁的孩子 有身心灵的问题 要我们爱家好人到你家家坊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那节目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根据研究 家里面手足越多 后面的孩子得到过敏的几率就越低 这个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就是一个孩子在年纪小的时候 如果多接触一些病菌 其实对他未来过敏的风险 反而是一个降低的一个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安慰父母亲 如果你的孩子小的时候 接触到很多病毒 照顾上的确有点辛苦 但那一点点小鼻涕 一点小咳嗽 可以造就他未来减少过敏的风险 或许也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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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